这个案件呢 要从1974年的8月15号夜里一点钟说起 香港这个长城别墅宾馆啊 来了一男一女 男的呀 自称姓梁 身材高大 外表粗犷 但是说话有理 笑容可供 这个女的呀 浓妆艳抹 艳不离手 好像啊 就是欢场女子 当时值班的女馆房 黄大妹呀 给了他们五号房 早上六点钟 那个姓梁男人 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说要上班 先行离开 并且吩咐 女馆房黄大妹呀 在上午十一点钟之后 再去叫醒她的朋友 黄大妹一听 点头应允 当时 这个良性男子手中拿着两袋物品 走到门口之后 又再返回 沙游切试着说呀 把这个钱包 忘在房里了 然后再次进入 五号房 稍作逗留 便再度离去 上午交班的时候 黄大妹就想起了 那个良性男子的主妇 于是特意跟接班的女馆房 陈官说呀 十一点之后呢 去收拾五号房间 顺便呢 叫醒一下客人 十一点钟到了之后 陈官进入客房之中 顿时被吓得面无人色呀 因为他赫然发现 有一个人性物体被被单包裹在床上 呼之不应 掀开这个被单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具没有脸皮的女性的裸尸 吓得他呀 赶紧就报了警啊 很快警方就火速的赶到了现场 稍后 法医呢 到场检验尸体 证实这个死者呀 大概年纪呀 在31到33岁之间 大概 有一米六左右的身高 身材瘦削 死亡时间大概是几个小时前 死者的眉毛 眼皮 鼻子 上下嘴唇 耳朵 两侧乳头 下体 均被凶手割去 头发也被剪得乱七八糟 脖子上有瘀痕 死因呢 是遭恶警窒息死亡 当时主导办案的警察叫做陈建新 后来这个警察都辞职不干了 做了演员 本色出演过不少警察 陈建新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呀 我看到那张白色床单 有些污秽 但不是血 不知道是什么 我当时揭开床单 就看到一个非常瘦小的人 他的眉毛 鼻子 胸口 全都是一片片白色的 当时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 有些白色 是一片一片的 原来呀 一个人死了之后啊 心脏就不再供血了 这个血呀 流不到皮肤 所以 在死后的一段时间 各他的皮肤 就不会有血流出 一片一片的 就像是白切肉一样啊 现场呢 没有搏斗过的痕迹 而且被收拾得很干净 既没有发现凶器 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指纹 除了这个衣柜里呀 挂着一件胸罩 警方什么都没有发现 而死者被割掉的身体部分 起初警方 怀疑是被冲下了马桶 于是召来一名水猴匠 就将这个水侧 拆开检查 但是一无所获 显然呢 是凶徒杀人之后 仍能保持镇定 小心翼翼的收拾清理 绝不留下痕迹 这才淡然的离去 警察就把那个 之前当班的黄大妹找来了 通过了解获知了 与死者一同前来的 良性男子的长相特征 并于案发后第二天 作为头号犯罪协议人 公布了他的画像 全程缉纳 然而在那种年代呀 这种大海捞针的办法 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这个案件 经过媒体报道 立刻就引起了香港的热议 现在呀 香港的一份杂志啊 快报 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这个信中的对方自称叫做 长城杀手 黑隐狼 信中直言警察无能 说他已经给警方留下了那么多线索 竟然抓不到他 收到这个匿名挑衅信之后啊 陈新建警官气坏了呀 但是又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加派人手深入调查 8月17号 香港旺角警署 就接到这个黑野狼的电话 去房间的冷气机看看吧 那里有12件 你们想找的东西 说完 黑野狼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获知这个情况之后 陈新建警官当即带着几名手下 又来到了长城别墅5号房间 果然呢 就在这个冷气槽里 发现了死者 那些被医尸的器官 接着寻找回了尸块 警方得以充足女死者的容貌 并于8月18号 在各大报刊刊登 希望能查出死者的身份 登报的第二天呢 也就是8月19号的清晨 一名姓齐的老妇人 协同着一名少女 就到全弯警署投报 说她的女儿已经失踪数天 在报章上 看到警方发布的拼图 怀疑死者就是她的女儿啊 当直的警员就问了 怎么样肯定就是你女儿啊 这个老妇人回答说 她是我从小养大的 血脉相连 我一看拼图 感觉就一定是她 随即呢 她取出了一针 她女儿的彩色照片 警方在对比之下 也认为这个轮廓十分相似 于是立即通知负责此案的 妄角警署 并且安排老妇人 到脸房辨认尸体的手续 就这样 死者身份被确定了 就是这个老妇人的女儿 刘复敏 十年三十四岁 她与1958年呢 于明姓董的海员结婚 之后生下了长女 刘永莲 及次女刘明明 1970年跟丈夫离异 两名女儿归她抚养 并随母姓 刘复敏跟母亲 齐书兰 以及两名女儿 一家四口啊 住在全湾大河道 141号 华丽楼四楼后座 月租400元 生活是比较困苦的 但是跟家人呢 容下非常 和街坊邻里的关系也很和睦 她一力承担全家的生计 可惜呀 这个 她的这个生活当中 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啊 好赌 经常为了这个赌钱呢 损失大量的钱财 最后 为了谋取更多的钱财 她就 沦落封尘了 1973年 她在旺角上海街的 罗马美发市 任职 发花 也就是 所谓的 按摩女郎 为这些顾客 提供幸福 一名呢 叫做 宝地 金灵 其后呢 转往深水部 黄竹街 尾贤工作 案发前呢 则在 乃露晨街的 绰华正宗女子美发厅上班 8月14号晚上11点 她在公司 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外出 自此啊 一去不复返了 美发厅的妓女呀 一般是不接上门的活的 除非是赎客 陈新健就判断 犯罪嫌疑人呢 应该就在这个刘复敏的赎客里 于是 就依着刘复敏遗物中 那些客户的名片 一一进行调查 最后 就锁定了 四名嫌疑人 这四个人当中啊 有一个叫做 梁兆平的人 地址呢 是在圆州街的一间 连租房 陈新健 这个 见到这个目的地 距离警局不远 于是就带着一个手下 去了 到了一敲门 邦邦邦 就发现里边 中着的呀 不是那个梁兆平 而是一个66岁老头 这个老头说自己呀 是那个梁兆平的叔叔 梁兆平在深水部 芙蓉街286号住 不在这里 按照流程呢 警方就为这个老头 露了口控 之后 陈新健要走 这时候 他突然发现 这个房间里的一个双层床上啊 有一个旅行的皮箱 于是他指着一个旅行箱 就问那老头说 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老头回答说呀 我不知道啊 这不是我的东西啊 陈新健又问了 是不是梁兆平呢 老头说 是 陈新健说 那你打开看看 那不成啊 那不是我东西啊 再说也没有钥匙啊 老头说道 陈新健可不管这些啊 直接撬开了皮箱 在里面就发现了 梁兆平和刘复敏的身份证 两个人的合照 以及刘复敏生前穿的衣服鞋袜 还有一把疑似割肉用的刀 陈新健正想 问老头怎么回事呢 这手房间里的电话 忽然就响起了 瞬间 陈新健就猜想到了 这个电话可能是梁兆平打过来的 于是他拔出手枪 跳到老头面前 用枪指着老头说 快接电话 别说警察在身边 不然一枪蹦死你 这老头吓得呀 哆哆嗦嗦的拿起电话 直屋了半天 突然对着电话大喊 快逃 警察在这儿了 看来果然是梁兆平打来的 陈新健的直觉没有错呀 然而经过老头这么一闹啊 那边迅速就把电话给挂了 等到陈新健联系警局 追踪电话来源 锁定位置 前去捉拿梁兆平的时候 他早就已经啊 逃之夭夭了 8月22号 上午8点钟 警察正抓着梁兆平 而这一边的刘富敏 则在红刊公众脸房 永别亭出殡了 出殡的现场啊 除了十几名刘富敏亲友之外 还来了一堆记者呀 虽然 刘富敏身上被割掉的一些器官 都被找到了 但是 作为重要的政务 没有办法随遗体一起下葬 所以啊 在瞻仰仰一容的时候 刘富敏呢 是没有五官的那个模样啊 眼球突出 上下两拍牙齿外露 鼻子和耳朵呀 全都是大黑洞 家属哭着都不行了 香港记者却在一旁啊 咔嚓咔嚓呀 不断的拍照 就是想搞一个大新闻出来呀 就在这个疑似 祭祀的仪式会教授的时候啊 刘富敏的弟弟拿着菜刀 就冲到了棺材前 口中念念有词 右脚猛的一顿 就把这菜刀 哐当 披在了棺材上 刀尖向下 插入棺木之中 然后他把棺材 连同菜刀 一起啊 送上了灵车 为啥这样呢 他这个举动啊 在香港是有说法的 叫做批棺追凶 这是一种啊 茅山盗树 据说呀 可以利用此法 可以让惨死冤魂 化作厉鬼 追寻仇人 案件呢 就从这一刻开始 变得灵异了起来 8月23号的夜晚 也就是刘富敏出便后的第二天 一名女警啊 在深水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 巡经基隆街131号 一处后巷 女警突然发现了一名男子 口鼻出血 浮倒在地 似乎啊 是从这个楼梯啊 跌下来的 受伤严重 口中一直不断的念着 有鬼呀 有鬼呀 女警就问他怎么回事啊 这个男的说呀 有一个红衣的女人 叫他站在高处 然后就把他给推下去的 女警就觉得这小子呀 脑袋被摔坏了 于是就将他送到广华医院进行治理 这个男人头部的受伤很重 医生判断需要进行缝针 就把他推进了手术室 医护人员和女警想知道他是谁 就去检查他的衣服 翻着翻着 口袋里呀 突然啪哒就掉出来一张照片 这女警捡在他一看 上面竟然是刘富敏 照片的背面写着两个比较大的字 金灵 正是刘富敏的一名 另外啊 旁边还写了一张小字 以代为割肉 随后又在钱包里找到了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梁兆平 就这样 长城别墅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 梁兆平就以这种有些邪门的方式落网了 经审讯的梁兆平很快就交代了他杀害刘富敏的犯罪事实 据梁兆平说 在一年之前 他就认识刘富敏 之后呢 经常去捧他的铲 即使对方转到了另一间美容院工作 这个梁啊 依然忠实的转场 继续光顾他 曾经呢 这个梁兆平多次啊 向死者表明爱意 又希望对方呢 不要再接客了 但是刘富敏不答应 两个人经常为此争吵 刘富敏为了避开梁兆平的缠绕 又转时到另一间美容院 但是案发前的一晚上 仍然被梁兆平给找到了 两个人外出 到了公寓开房 梁兆平又提出 要和刘富敏结婚的要求 这刘富敏不胜其烦 于是说 这个梁兆平既没有钱 性能力又不行 这话呀 可就戳到梁兆平的痛处了 梁兆平当天晚上喝了一点酒 本来这个脾气就比正常要大 一怒之下 就把刘富敏给掐死了 警官陈新建就问他 既然人都已经死了 你为什么要把尸体弄得那么恐怖 梁兆平一听这句问话 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了 说道因为我恨他 为了别的不让别人认出来 我就在他脸上做了一点手脚 陈新建的接着问 你自己怎么整的 血呼拉的被人揍了呀 梁兆平一听到这里 一边摸着缠着纱布的头 一边说 那是冤魂索命啊 他穿着一身红衣 对我穷追不舍 我拼命的跑啊跑啊 跑到一处高楼 最后我就被他给推下去了 后来陈新建在2015年 接受访问的时候 又聊到了这个长城别墅毁尸案 他说呀 我是天主教的信徒 相信有神 也相信有邪恶的力量在驱使 我从来没有见过鬼魂 但是这个案子实在是有些邪门 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法用科学逻辑来解释 当年这个案件呢 由高院委任的审判员 杨铁林林讯 审讯历时过半年 主控官在法庭上指出 这个梁兆平与施主开房的时候 要求对方嫁给他 但是遭到了拒绝 凶手因为怀疑对方 一情别恋就动着杀机 被告在庭上否认是谋杀 辩方成交了两份精神科专家的报告 其中一位专家说呀 这个被告虽然没有精神病 但是他因为喝了大量的酒精 和服食药物 饮制失常 这才令得他一时失去理智 下了杀手 法官认为 陪审团应该考虑专家报告的判案 最终陪审团已无比二 裁定梁兆平谋杀罪不成立 误杀罪成立 被判处入狱十年